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快快 冲冲冲 死去暂时在行动 夹着勇敢的赛车 追着冠军的阵扯 快快快 冲冲冲 死去暂时在行动 沿着飞驰的轨迹 是奥妙智慧的起立 抬头望望天 月亮再一笑 你都看海底 浪花在跳 整个世界 我们多么渺小 只要努力 就心里见高 不分胜负实在是太精彩了 奔驰在大地上的动感与速度还有怒火的马达 驱中的四个轮胎的强力迷你赛车轨道车 组合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装上纸轮 加上一个用滑油 装上轮胎 组合车体 再把其他的零部件装上去 选紧螺丝就可以了 好了 组合完毕 不过光这样还不够 接下来还要靠自己动脑筋加以改造 让它变得更快 更有力 世界上独一弯的迷你轨道车就这样完成了 好了 各位 准备好了吗 组合好吗 哥哥 我告诉你 今天的比赛一定是我赢 一定是我赢 不 一定是我赢 是我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赶紧一起出发了 还不赶快走 我知道了 我随时都准备好了 迷你车大赛即将打响 开始 很漂亮的骑跑 两辆车子一下子就领先了 这就是人称四驱兄弟的星马猎和星马猴 各个小猎的车擅长总班道 好 弟弟小猎的车在直线上速度特别快 好 我一定会赢的 算了吧 一定是我 是我 是我 两个人互不乡了 好 走 现在两个人的车子都冲出了跑道 因为他们冲的实在是太猛了 好 小猎 你看你干的好事 都是你在旁边挡了我的路才会这样的 是谁挡谁的路 谁让你挤过来的 怎么可能走得去 那你不会让开吗 要冲的话就自己冲 真是的 是逃回去的 怎么可能回去 你们两个听我说 少废话 你真笨 你还笨 拜托你们两个好不好 要吵架到外面吵去 好 我们就到外面去看看谁行谁不行 那有什么问题 来吧 上脑筋 来吧 好 迷你赛车 那是迷你赛车 看我的 冲啊 看我的厉害 你刚才看到了吗 那是什么车 你们很惊讶吧 兄弟 这是秘密计划中的车子 他的名字叫做战神号 战神号 那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 那是我设计的 我花了许多年设计迷你赛车 一直梦想着创造出更加快速的车子 最后我终于完成了 就是利用空气的摩擦力的车子 战神号 我还是听不太懂 你是谁 你面前的这位伯伯就是设计发明出战神号的土屋博士 土屋博士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要把这个音速战神和冲锋战神送给我们 不是白白的送给你们 只是在全国大赛之前把音速战神和冲锋战神借给你们两个用 你们要搞清楚 只是借给你们两个的 不过如果你们不能把车改造出个人的特色 那就必须把车子还给我 听到了没有 要还给我 没问题 我一定会好好改造他的 音速战神 请多指教了 冲锋战神 土屋博士 你为什么会选上这堆兄弟 战神号如果改造的不好 反而会变慢的 我想看看这对个性完全相反的兄弟 怎么样去改造他 普通的小孩是否能够激发出战神号的最大潜力 我的这个梦想到底能不能够实现 就全看他们两个人了 今年的全国大赛可有好戏看了 这次的地区预赛特别设计了以过去不同的跑道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在完成之前要保守机命 小烈 小豪 吃饭了 你没有听见吗 小豪 妈 我现在正在练习起跑 必须要有那种气魄才行 小豪 小豪 你听见了没有 妈妈 我正在画战神号的试剂图 战神号 在这个星期天我有重要的比赛 是这样的 我一定会赢得全国大赛的冠军等着瞧吧 这句话应该我说 你说什么 一定是我 一定是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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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 如果不想吃饭 我就全吃了 不行 妈妈 你也不能再胖了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差不多所有的女生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是你们第一次夺冠吗 是啊 我回来了 这是全国高中联赛 你回来了 小烈小豪呢 又在楼上搞那些玩意儿呢 是吗 你看 这是什么 是迷你赛车的跑道 是我买回来的多棒 你买这些东西回来 待会他们兄弟两个又该吵架了 你放心 是我自己要玩的 因为大人不能参加比赛吗 是这样 是啊 你可别告诉小烈小豪 好 现在我已经尽量减轻车身的重量了 减轻重量 还是用这种小的吧 传统的方式还是最好的 参加者请接受车检 跑道 我想看看是什么样的跑道 不管是哪种跑道 我一定会赢 反正你也造不出什么像样的赛车来 你看了就知道 超高速的特快冲锋战神 你的赛车一定追不上我的车子 别傻了 如果你以为光是快就能赢的话 那你可就错了 等你看到我的音速战神 你一定会吓坏的 我才不想看到你的乌龟赛车呢 你最好再冲出跑道 一个人到旁边凉快去吧 什么嘛 好了 下一个是谁 我 我 可以了 好特别的赛车 这是战神号 我叫阿诚 你是前卫者2001号 我叫小行 我叫小力 大家都叫我们四区兄弟 请多指教 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 各位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神科技倒是 太帅了 现在全国选手拳大赛的地区预赛就要开始了 真丢人 好了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场地 全国选手拳大赛的地区预赛 你们要通过的就是这个 请看 就是这个 地龙山崖 这个是仿照严酷的自然环境的越野跑道 能够成功通过的前三名就可以去参加决赛 现在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负责讲解的吐博士 他是迷你轨道赛车的发明者 祝各位比赛顺利 我的镜头拳来了 我也是 你们也来了 四区兄弟 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实力 可以吧 好了 各位 请你们各就各位 好好加油了 看你的了 前卫者 预备 好 开始 所有的车子都一起冲发了 两个战神号 这两个战神号目前出于领先的地位 那是小哥俩小烈和小桃的赛车 看 他们接近了 现在他们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难关是死亡之桥 十条跑道突然变成了一条 如果技术不好的话 会发生可怕的撞车 各位 你们一定要小心 冲啊 在墙上撞上了 两个都互不相让 现在两辆车子一起进入了跑道 后边则是一条混落 四区兄弟顺利的通过了直线跑道 小猴的冲冲战神一下子冲到了前边 小猴的战神号注重的是速度 他所用的是特轻车 尾翼也是倒下的超高速一行 车轮是高速型的 您车身的重量也尽可能减到最轻 好 这是超级特制的大弯道 如果冲出了跑道 车子解体的话 就很难继续比赛了 大家千万要小心 这简直是乱撞 小猴的冲锋战神现在正在通过弯道 一转眼 小猴的音速战神已经追上了 本 我追上来了 两辆车并驾齐驱 音速战神靠着漂亮的弯道技巧 赶上了冲锋战神 和我想的一样 两辆战神完全相反 哥哥小猴重视的是弯道 所以他竖起尾翼紧贴着路面 利用抓地力将导轮与轮胎轴并列 使车身更稳定 好 下一个难关是风之谷 可怕的狂风关卡 现在不断扭车子被强风刮出跑道 可是在这个强度中 音速战神和冲锋战神依然继续向前跑 我所设计的战神号在风中更能够发挥力量的 好厉害 竟然能在这么大的风中前进 难道只有音速战神和冲锋战神才能通过这个风之谷吗 不 还有一辆 就是紧跟在后面的继续向前跑的阿诚 前卫者2001号 现在只剩下三辆车的较量 领先的是冲锋战神 风之谷的直线跑道对他比较有利 下面是使人瞎破胆的上坡车道 剩下了三位参赛者可要小心了 我绝对不会输的 不到最后关头 谁输谁言还很难说 你一定是我的 一定是我 是我 是我 小猎把小猎滑下去了 可是音速战神和冲锋战神却冲上去 马上就要到达顶端了 接着就要面临最大的难关 也就是鬼门关瀑布 咬一口气从顶端冲下来 接着就是恐怖的瀑布跑道 如果被瀑布冲落 车子就会粉身碎骨 不可能继续参加比赛了 他们越过顶点了 到顶了 冲锋战神 你怎么了 小猎的车子大概是重量减得太过火了 所以车身变得很脆弱 再加上弯道的猛烈冲撞 已经失去了耐久力了 真是糟糕 讨厌 加油 问冲锋战神 冲啊 各位 现在两辆战神号都飞出去了 腹部使它阻力消失了 冲锋战神 战神号这下完蛋了 如果这样掉下去 车子就会摔坏 就不能继续参加比赛了 这下完蛋了 跳起来了 四起兄弟们拼了命 接住了战神号 又摔到悬崖下面去了 现在阿诚已经越过了崖顶 他顶了强风克服了上坡跑道继续向前跑 阿诚在这里停下来了 阿诚大概是要更换轮胎 要想通过瀑布 这是最好的办法 阿诚用的是稳扎稳打的策略 能够走完比赛的全程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好疼 你没事吧 小豪 这个小意思不算什么 哥哥 哥哥你呢 我不要紧 音速战神也没问题 总算还可以继续比赛 冲锋战神 我的冲锋战神 走吧 小豪你怎么了 ,他已经不能再跑了 是我捡的重量太多了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小豪 真是的 小豪快走吧 你快点走吧 哥哥 你这是什么话 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的冲锋战神已经不能跑了吗 到底还能不能跑 那要试试看以后才知道 你根本就不懂 不清楚状况的人是你 如果你就这样放弃了的话 那就不是真正的小豪了 冒牌祸 你是个冒牌祸 你想怎样吗 好 前卫者号阿诚稳稳地冲入了瀑布中 出来了 只剩下通往终点的直线前进 这真是严固的越野超级跑道 最后 最后只有一辆车跑完了全程 图博士 非常遗憾 看来战神号还有待改进 不过这个现象只是表示了我的梦想又要重新来过而已 怎么回事 我们的战神号还没有放进比赛 音速战神带着毁坏的冲锋战神一起跑 而且两辆车的重量加在一起 就不怕互布的冲击了 浩墙的斗志 四驱兄弟再次加入比赛 好快 逐渐逼进了领先的前卫者号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 到底谁会取胜的 音速战神冲过了终点 比赛结束了 第一名是小猎的音速战神 第二名是阿诚的前卫者 第三名是小猴的冲锋战神 哥哥 这个 多亏有你帮忙 谢谢 有你这个弟弟还真麻烦 当你的哥哥我当的好辛苦 你说什么 我正想重新重义的谢谢你 你又来了 如果跟我说什么谢谢我可会全身发痒 那是因为你总不洗澡才会发痒 你说谁不洗澡 真是有趣的一个兄弟 是啊 不过他们的确让我大开了眼镜 是啊 他们漂亮的克服了战神号本身在设计上的弱点 怎么说战神号可以上市了 不 还没有那么快 不过真正的答案应该在决赛的时候揭晓 要是你不洗澡 今天最让我高兴的一点就是我看到了他们兄弟两个拼命的保护我所设计的车子 我不一定才倒霉 你们不要你倒霉 现在要举行全国选手权大赛地区预选赛的颁奖典礼 取得决赛资格的是这三位小朋友 哥哥 你干什么 准是你故意把我的冲锋战神号放在后面了 你干什么 别装了 回到你的第三名去吧 什么 好了 不可以在这种地方吵架 不可以 你肯定讨厌了 真是讨厌 等着瞧 我一定会跟你分出处引动 好 我随时奉陪 太幸运了 图屠博士给了我超音速的冲锋战神 我拿到的是音速战神 我一定会好好改造它 让它成为天下武敌的战神号 我也一样 我们通过了预赛 取得了决赛资格 没想到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 我才不会输给他呢 我也一样 请继续收看下集精彩内容 一定要看哦 请继续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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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收看